曾经沧海难为水 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境界 人生如同一场波涛汹涌的海洋 充满了起伏和挑战 幸福与快乐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却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态 方能真正体悟其中的珍贵 曾经我们或许会经历人生的风貌 面对种种磨难 这些困难犹如波涛一般汹涌澎湃 让人感到无法逾越的阻碍 然而正是这些经历 锻造了我们坚韧的意志和坚强的心灵 在历经沧海的洗礼中 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勇敢 找到了内心深处的力量 然而幸福和快乐并非简单地在逆境中奋勇前行 而更需要在风雨过后 回归到一种平静的心态 正如那句古语所言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经历过沧海的洗礼 我们会明白 幸福并非来自于外部的荣华富贵 而是内心的宁静与淡定 在逆境中历经磨难 我们可能明白了生活的不义 学会了珍惜 然而真正的幸福并非仅仅停留在克服困难的那一刻 而是在回归平静的过程中 在那一刻 我们或许会发现 幸福原来就躲藏在平凡的生活中 快乐常常隐藏在细微的日常 平静的心态 是一种超越了外在风云变幻的境界 当我们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 不被未来的困扰所紧张 我们才能在当下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这种心态 让我们不再受制于外界的风吹雨打 而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综观人生 曾经沧海的苦难和平静的心态 构成了幸福与快乐的完美画卷 只有在历经风雨 起伏之后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幸福的真谛 因为幸福绝非一时的欢愉 而是在心静的升华中 找到的一种和平与宁静 所以 让我们怀着一颗 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波折 经历成长的磨难 当我们回望过去 或许会发现 那些曾经让我们苦不堪言的沧海 最终成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宝藏 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结语 在人生的航程中 曾经沧海的磨难与平静心态的蜕变 共同谱写了一曲 幸福与快乐的动人旋律 人生的风浪或许曾经让我们摇摆不定 但正是这些波折 锤炼了我们的坚韧与勇气 回首往事 我们或许会为曾经的艰辛而感慨 但更应当为所获得的成长而自豪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生命的美好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中 而真正的幸福常伴随着内心的宁静与淡定 学习在逆境中奋发向前 更需要在成功之后保持谦卑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宁静的心境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因此让我们怀抱住那份曾经沧海的勇气 走过人生的每一程体会成长的甘苦 感受幸福的真谛 当我们能够在平凡中发现不凡 用宁静的心态品味幸福 那么人生的旅程便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愿我们在这曲折的人生之旅中 始终怀抱住勇气与平静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光芒